歡迎大家來到峇里島 都沒有人聽我講話 歡迎來到峇里島 你們剛剛有沒有檢查錄進章 先幫我翻開看一下 日期是正方形綠色的 上街市顯著今天的日期 2017年的5月8號 要稍微檢查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客人被蓋到去年的章 對 所以如果蓋錯的話比較麻煩 如果有問題我們還可以這幾天處理一下 所以你們先檢查一下那個章的日期 我們先去馬來西亞 還有海關沒蓋到章的 很誇張喔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這邊東南亞整個區域都是這樣子 海關可能比較不會那麼盯緊 會比較那個 所有東南亞都這樣 所以你們這幾天就是 把自己的步調給放慢 把台灣的那個機照的個性 留在台灣 來到這裡就是慢慢來好不好 而且你們今天還算快 因為今天的飛機沒有滿 所以今天的海關算排隊算快了 不然之前是排了一大群人 第一班的飛機還沒消化掉 第二班的飛機又下降 就是無止境的一直等 就是這樣 對 好 來那如果檢查沒問題的話 護照可以先收起來 然後呢 那你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天氣很熱 對 這幾天都是這樣的天氣 應該是說它這邊沒有分通天 全年都是夏天 所以就只有分雨季跟夏季這樣子 對 那雨傘的話呢 你們都有帶來嗎 沒有啊 有人有帶有人沒帶喔 好沒關係 有帶的人記得每天都要帶出來 可以放車上 因為這邊有的時候會下午後雷陣雨 而且就是有時候來的陰陣很大的那種 那種後雷陣雨 所以如果你們有帶雨傘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隨身攜帶 對 然後外套的話 你也可以看有沒有放車上也行 這樣 除非說我們有換車子 我會再跟大家講 那基本上呢 就是 雨傘外套是可以是先放車上 沒關係 但是你的貴重物品呢 要麻煩請你們隨身攜帶 然後呢 就是 還有就是水的部分 我們公司都會提供這個杯水 對 然後如果你們自己在房間內要喝水的話 我們不建議喝燒開水 因為這邊的水都是海水淡化比較多 你喝久了對你的腎臟不好 所以如果你要每天泡茶的人啊 或是喝大量水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去上次買大瓶的水 那因為我們的飯店連續四個晚上都是住在同一家 所以你可以看要不要買大瓶一點的 你煮泡麵啊 晚上煮泡麵 或是你要泡茶這些 你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這邊的水 有的時候你洗澡 會想說 欸是不是我肥皂脫不乾淨 身上會越洗越滑 就是因為那個水質的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 是不是我的肥皂怪怪的 沒有 是他們這邊水質 本來就會帶有點那種 滑滑的那種特性 對啊 所以是大概是這一些 好 然後你們剛剛那個錢有數過了嗎 對啊 你們看得清楚那個錢是怎麼分辨嗎 看不懂 看不懂齁 好 我先跟你們講 來有誰先借我一下 剛剛在 這個借你 好 欸導遊這邊有 來 這個紅色的有沒有看到 怎樣 這個一張就是十萬塊 十萬塊 然後因為它給的紅色比較多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們去超市買東西的話 你都是盡量用這個紅色的去 給它找開來 然後再來這一張是五萬塊 五萬塊是這個藍色的 然後這一張綠色的是兩萬塊 那你最常會用到的是紫色這一張 這個是一萬塊 就是有的時候可能你的床頭小費 行李小費 甚至按摩小費等等 大部分都是以這個一萬塊的單位 來做計算 那你如果這樣算算 欸大概這個一萬塊是多少台幣 你就是除以四百塊 你就是除以四百塊 對就是台幣的價錢 對就是台幣的價錢 那這邊的話呢 我跟你說 這邊連上廁所都要錢 對 但是它上廁所會用到的錢呢 大概是五千塊 如果比較貴一點的房地圖 是五千塊 然後比較便宜的 基本上都是兩千到三千五千 所以上一次廁所大概是台幣五塊錢左右 對 有一些風景區 就是可能像烏布這一些 他們就是會有類似像我們以前 找去廟裡 台灣 台灣那個廟不是會有一個阿桑 在那邊顧著 對 然後就是會在那邊負責清潔這樣 對 就是它會寫 它上面會寫多少錢 但是大部分都是兩千到五千不等 對 它那個板子上面會寫 所以你們用電量之前要先確認一下 你不用擔心說 我身上的錢太大張 它會找你錢 因為上廁所它是會找你錢 但是小費的部分是不找零的喔 所以你們在給錢的時候 你要稍微算一下也看清楚 然後再來是一千塊這個 對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零錢硬幣 硬幣的部分也是有幾個 那因為有一些商店買東西 它找你硬幣 例如說可能 它要找你六百塊 可是它只有五百塊 它一百塊不會找你的 那你也不要硬跟它要 因為它對他們來說 硬幣是不是那麼重要的 但是你如果要付它六百塊的錢 可是你只有五百塊 它會跟你說收到一百塊的錢 對啊 因為你本來就是要付那個錢 對 只是說找的部分 它可能銅板 對對對 就是這種銅板很清楚 像那個很重要的代替 那種感覺 對 它有一百塊 兩百塊 五百塊到一千塊這樣 這個就是他們的那個硬幣這樣 它上面的價錢就是 跟台灣一樣 上面的數字顯示的是多少 就是多少錢 然後你們會比較清楚 對 然後呢就是你們去超市買東西 有一些它是可以刷卡 或者是印尼盾 所以有些 如果美金 你要付美金的話 有些商店是不收的 因為那個商店 他們政府好像有管制那個貨幣啊 所以就是美金的部分 它有的是不收的 所以如果你們身上 不太夠的話 記得要稍微就是先講一下 導遊再想辦法讓你們去換錢 這樣子 對然後換錢的話呢 你要注意 外面有一些換錢鎖 但是換錢鎖呢 他們會動手腳 我上次客人 我就跟他講 整成 我說你們要去外面換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現場點清楚 他們點清楚了 可是回來他一直跟我說少了五萬塊 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會有一些爭議啦 所以你們如果真的要去外面換錢的話 就是真的要一張一張點清楚 一張點點點就對了 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呢 有些人會問說 欸這邊治安到底好還是不好啊 或幹嘛的 就是其實這邊的人都還蠻善良的 但是也是還蠻常聽到有些搶案 所以就是你們包包 包包這些一定都是要背前面 背前面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呢 還是 大聲喔 大聲一點 對 好 沒關係 謝謝 好 然後呢 然後這邊的消費呢 也沒有說到多便宜 因為這邊是觀光地區 然後如果 因為我們這幾天有一些自理餐嘛 然後自理餐有一些像是 餐廳 比較高級的餐廳 或者是飯店 他們的加稅 加幾% 你們知道嗎 差不多21% 哇 所以他們覺得台灣是個寶島 我每次出國都覺得台灣真的是寶島 對 所以就是你們在買東西消費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留意一下 它最下面那一段加稅是加多少錢 因為它會分開寫 可能是10%的服務費 5%的政府稅 然後再加上7%的什麼稅 之類的 對 所以他們的稅是會高達到21%這樣子 好 所以你們在消費的時候 錢如果算剛好 可是到時候要付那個服務費 就是他們的消費稅的話 可能會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剩下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項啊 還是什麼的話 等一下呢 就有我右手邊這一位 我們的導遊 帥哥導遊 剛剛有人說他很像韓國人 那等一下呢 我們現在就請你那些掌聲來歡迎他 咦 到了嗎 我們到了嗎 快到了 快到了 對對對 好 那介紹一下 讓大家更了解一下 關於前面這位導遊是誰 好 那我叫阿進 進不得進 那這幾天的話 大家就可以叫阿進就好 好 那其他的阿進待會再跟大家講 我們先下車去超商 好 參觀一下看一下 好 好